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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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核心的组建思路的话 那我们想的是组建一套说年轻化一点 然后有冲击力 有冲劲 可能在未来两年或者就是几年之内 能够有一个慢慢慢慢成长 一步一步一个台阶这样子 我们去年陈泽兵本来就在 那其他四个位置空缺我们要找一个老将 所以当时就找到了牙膏 然后另外三个人的话都是陆陆续续 所以想的就是他们第一符合年轻这个原则 第二有操作聪明 有想法 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很敢打 那我觉得这样五个人组在一起 是有机会的 所以其实最后我们能组齐这五个人 我觉得真的牛逼的是在于这五个人 对 因为我们今年也是打了个得杯 也是打了冠军嘛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五个人都是很厉害的 扣押这位置A才迅捷不返 走位没有被剑锋挑起来 但是Q2中拉回来应该三杀了 因为我们毕竟五个人来自五个不同的队伍 五年初的时候多打一些没有坏处 然后他们也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敢保证就是当时 我们聊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没有想过说 今年后面所有的比赛我们都会打满 我们应该要恭喜BLG 完成了复仇的同时 捧起了队史的第一座得杯冠军奖杯 得杯当时夺冠的时候 我自己感受还是就很不一样 因为这德杯冠军是我自己职业生涯中的 就第一个冠军 当时站在那个台上 然后捧队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想过就是 就是明年我们五个人 会不会走到很后面 或者打得特别好 肯定是有幻想过的 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磨合 然后一些成长 就可以达得很厉害 所以我当时其实觉得 我们军军赛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但是我们只要再多的一些时间 我们肯定可以在下几赛还有世界赛 拿到成绩了 FMV 你没发现吗 太脚了 挺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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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得杯的强度来说 和LPL还是有满大差距的 所以并没有说拿了一个得杯 就觉得之后会很顺利 还是要辛苦努力推导 老师们看我这儿来 3 2 1 当时干组的时候 然后我们五个人都是来自不同队 肯定是要一段时间磨合的 阵容跟确定的时候 其实要说期待的话 其实我不管是什么情况 我都会期待拿到冠军的 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想去拿冠军的 这是我唯一的目标 其实今年刚组队的时候 我自己的心里目标 今年最终的目标可能就是 能不能就进世界赛 感觉就是先进个季后赛吧 当时我想我们的阵容就觉得 每个人都上限非常高吧 就自己给自己定的小目标 一开始是最少前六吧 然后如果能配合特别好的话 感觉是没有上限的 常规赛的话就是打EDG吧 因为我们输得太简单了 就感觉我们跟EDG比起来太弱了 春节赛印象深刻还挺多的 看我们粉丝也知道 就春节赛比较坎坷 然后最深刻印象最深刻 应该是打老跟爹那场吧 那场很难不让人记得 就欧恩还哭了 春节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打老跟爹吧 因为那场打得很差嘛 然后感觉受到很大的挫折吧 那场比赛还大了 要被军轩了 没什么操作空间 这几天训练赛明显一个点 好像说承自明显的一个点 就是你们上演配合 确实这几天训练赛是很臭的 但是往往你是没有跟薰 怎么正儿八经去讨论 应该怎么配合 而是他跟你沟通了之后 产生了那个结果 你就说他之前的沟通 或者之前的想法是错的 肯定不是这样上演 肯定不是这样沟通出来的 当时二场比赛 确实冰整体情绪没那么好 我当时跟他下来的时候 沟通其实是没有那么愉快的 然后比较僵硬 就训练赛的缩影吧 我不能这样说 比赛完成这样 跟训练赛有很大的关系 可能我跟打理沟通很小 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帮我 每次帮我 我就感觉玩得更烦 就帮得很差 就可能是我自己沟通问题 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是可能我打得也不好吧 然后我觉得 可能心态有点急躁吧 那个时候 就是没有放平我的心态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怪队友吧 那个时候就是挺差的 第三把 就是感觉你们这些心态都引出问题 我就说 我就每一把我就说 然后他中路就先臂先起出来 然后去下级 然后下级跟你说了 然后才死 然后再从上路被抓死 那个时候你第一波被抓死 你已经不说话了 第二波 他那个臀线跃海 我还是我看到的 跟你说 你自己 然后又被中边跃了 那就记了 小龙倒不了 先跟跃倒不了 怎么玩呢 而且我们现在训练赛 每个人都做了 不都是一样的吗 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有什么样的吗 这个情况很多次吧 可能那个时候还在想 会不会 进不去旧赛啊 就旧赛都进不去 有这种考虑 就 你 因为我按照你去 原来就跟你说你 然后说你知道吧 就比如第二把我帮你抓 然后我心里有多种 你说不好我都不会来的 但是你也没有说 然后又搞紧难受 搞紧难受 搞紧难受 这也烦 就是 没有去制止你知道吗 就是 如果是我没有提前沟通 你怪我 我就觉得 我能接受的 因为缺缺手的问题 以后我提前 就什么事 你要多什么事 我先回答你好不好 对啊 然后我再决定 要不要干 这段话会舒服一点 就哪怕错了 会怎么样 最起码我们是在有 你知道我也知道 情况下 错了 而不是那种 你不知道情况下 我也不知道情况下 错错了 这样你也很烦 我也很烦 就不想多烦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是个团队 还是要打 我们遇到问题是要解决的 你不能是这样子去 那种下一把 变得更难打 反正我记得 那个时候好像 就牙膏 对我说的一段话 我已经很深刻了 所以他对我说的很重的话 他说 他说陈日宾你打成这样 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然后你对得起你的队友吗 说重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 很自责嘛 然后后面 就改变自己了 就开完会 他也意识到了 自己是这个队伍的核心嘛 他就改变自己了 他就改变自己了 可以推怎么推 可以推 我W 我就断他 刚耍他 他在下 他在下耍野 那段时间我 比较担心 还是我们 就是心态会受影响吧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压力还是挺大的 更多的感觉是 自己自己 对队伍当时问题 比较多吧 然后因为 大家都来自五个不同的队 所以说问题很多 就得一个一个来解决 我觉得那场比赛之后 我们可能就更有危机感了吧 因为 输得也不少了 那个时候 还好是后面就赢下来了 然后 配合越来越好了 我觉得也是受到 那场比赛的影响吧 因为那场比赛 虽然说是失败 但是也可以激励我们吧 说上别之后 大家也 重新找了这个问题 说了一下 说 就到底该怎么玩 就一定要 找到共识 就一定要 互相觉得是可以 找到是觉得可以 就够了 就希望大家每个人都 内心不要有一些 不太愉快的事情 然后又不说 因为事情不是一下突然发生的 而是一点一点积累的 每个人都 开始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 大家都开始审视自己 然后进步了很多 然后就会不会 这一场比赛 …… 打安机的时候 该怎么说呢 很紧张吧 因为 因為當時就是想把大家從谷底拉回來的那種感覺吧 因為其實當時大家是很不互相信任的 可能對自己有自信 但對團隊絕對是沒有自信的 所以當時就很努力的想讓他們從 不管是訓練賽裡或是比賽中裡找回自信 那找回自信最好的方法就是贏嘛 所以我們也很努力的在幫團隊尋找贏的方向 正反手 趕快接 展現Q3擊飛秒先決 秒完之後阿滴這邊是有8的 前面會是被虛弱的天雷進場 先把自己身位給拉開 左右有點危險 這一波一個倒過 是直接把這邊的一個打野輔助全部拉掉了 則列仙哥加速說 趁立花花越強而上 要被九頭躲盯上 超限爆神的開動位置非常好 直接秒掉了岩伯 我們恭喜標記拿到了季後賽的席位 來A4 打得好多嗎 打得好打得好 因為那個時候覺得我們磨合也好 還有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心態狀態其實也都變好了 因為一直連勝 對 就輸完比賽大家一起在復盤我挺喜歡這樣子的 因為大家輸了比賽都想著怎麼去進步 我覺得這樣子很好 而不是去埋怨對方的 成年感覺我們後半段都 中後半段都挺順的吧 就大家都在努力地變好 春季賽的常惠帥成績挺滿意的吧 因為這是我們五個人第一次打嘛 雖然輸了一點不該輸的比賽 但是這比賽也讓我們學習到了怎麼去進步 怎麼去改正這樣子 就我也沒有想過說我會帶他們多久嘛 我就是我只希望我在職的時間裡 我可以讓他們就是找到屬於他們贏遊戲的方式 然後跟我希望可以建立他們團隊信任吧 T.P. 下一個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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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怕他出事就給他一個地的位置 然後結果把自己給整進去 我的平價是能贏球型 怎麼死能走 你確實是能走的 我以為怕你一死誰我才 就是你知道吧 我都不想玩AQ的 我希望可以成為他們就是 溝通的一個橋樑 就在我接手之後 我是可以把這些基本的東西做好 我覺得我們整個隊伍在街頭賽那個狀態其實都是越來越往上的 就是我們的曲線就是一直在往上升 因為我們每一場比賽 其實我們的整個氛圍還有我們整個隊伍的情緒其實都是被調動的很好的 然後我覺得我們那段時間每個人都為了贏可以去付出更多 我覺得第一場是我自己比較緊張的 因為打的是我老東家嘛 因為我在RNG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然後沒想到指教的隊伍第一場就打到老東家 對我來說肯定有特別的一個挑戰性嘛 我沒有想過會走多遠嘛 就是我只是跟他們說 春季賽的時候我跟他們說 我們春季賽至少要達到四強 然後這樣對我們下個賽才有利 我們才能更好的去整個世界賽 當時四強的時候打完京東其實我還是只覺得可惜吧 對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其實在遊戲那一上面 當時和他們其實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還是比較有信心 能從敗者組再去進到決賽的 當時做愛理其實是挺懊悔的 然後覺得很可惜 因為當時我只要做得好一點 比賽是完全可以贏下的 所以就很可惜然後很懊悔吧 就沒了 今天我們輸了這把 我們是復活賽 我們有復活獎 不影響我們要去MSI OK嗎 榮太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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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看 還好 對 因為我們靠你的簽證 也贏了這麼多榜 是 別喝快哭的表情 沒有 我累了 還好 因為我覺得已經輸了 當時也沒有想著去說什麼 然後就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這場比賽也是敗者組的決賽 無論誰取勝 他們都將拿到通往MSI的門票 以及4月15號的春爵決賽門票 敗者組決賽的時候 打一一一那第五局其實 也還是有一點坎坷的吧 然後也還有一點就是最後獲勝的時候 那種翻盤的喜悅 吉克斯這個位置在小法的權力 曝光輸出 RBG裡面套了一個虛弱 但是傷害已經打完了 吉克斯一炮一個 太太 太 當時就感覺其實是蠻難的了 因為當時我們這個陣容打到後面 沒那麼好贏了 但是我們決定想著去大龍O-In 結果也非常好 O-In到了 然後一起來比賽 很開心 去一陣間沒參與就覺得我們很屌 就很開心 前面打了很多比武 然後沒把都打馬 就很不容易 然後最後能拿到門票就挺開心的 贏完一陣季的時候 肯定是很開心的 就是很開心 第一次出國打比賽了 可以去世界上讓大家認識到我 其實整個心情是 人生中非常難忘的一段經歷 說了對面開前排的時候 你衝後排 你後面兩排就衝了 很關鍵 還要我一直跟你說 怎麼說 怎麼說 感慨一下 怎麼感覺 黃周那臉好像差不多 哭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 就我們的五個人 他們是從來不確戰的 他們遇到越強的對手 只會打得更好 但身為教練的我們 我們還是盡量可以讓他們 就是享受這個舞台 因為就是說 人生能有幾次到這種 大舞台上打比賽 其實機會是不多的 所以就是希望他們 不要去想別的 就好好享受這個大舞台 3 4 5 5 我覺得我聽到 那種三戶海嘯的呼聲的時候 我自己內心是 覺得是動力吧 我覺得很想去 贏一下比賽 證明自己 就當時在決賽的那一天 我當時在登場儀式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還是 緊張的 是因為第一次 首先站在這麼大舞台上面 然後去打比賽 然後當時可能 是有緊張感 然後但是更多的也是 非常的興奮吧 打之前 就 沒有說太多吧 我覺得 就是 在決裡分享一個 一種勵志的視頻 然後 那場比賽感覺 他們沒什麼緊 感覺我 感覺我有點緊 我有點慌 因為 打的是京東嘛 因為是之前的 打了很久的老人家 所以說 人家就很特別特別想 然後 打得有點亂 打得自己心有點亂 當時第一次打決賽嘛 然後 也因為 不像季候賽那樣 連著打 就 聽就沒打 就手有點伸 上去第一把 有點手抖 然後 接下來就 還好 就 當時站在那個 就在台下看的時候 還沒有上場的時候 我覺得 是非常的 很激情嘛 然後 想著如果 能在這種舞台下 拿下冠軍的話 我覺得 是自己 這人生中 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對於我們賽訓的 就是教練 選手來說 就我們肯定是 能在大舞台上 學習到經驗 肯定是 一件很好的事情嘛 其實 只要我們 累積 越來越多 這種大賽經驗 我相信 贏這個東西 肯定也 不會太遠 好好調整 還有英國 好好調整 好好調整 等我學會 等我學會 多如 我覺得隊伍的成長 就是 打了這麼多個BO舞 心態就 總會有一點成長的 然後 就以後打這種 高強度的比賽 就 也不會緊張什麼的 沒事吧 沒事 沒事 反正都竟然沒賽了 是的 但我們光講不發 算起來 賓哥心態還是好的 我覺得這直接上的 這直接上的改變 就是心態上 不管怎麼樣 都要放平 我不能出現心態上的問題 因為只要心態上出問題 那很多方面都會出問題 本來就打不過 你想要怎麼用呢 還行 你現在 今天打不過 今天打不過不代表 不代表以後打不過 其實我有點不知道 該怎麼樣去描述 當時春天整個的心路歷程 因為我覺得 我們永遠是向上的 然後每個人也都是 就是非常開心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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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MSI 唯一的目標就是 多贏一些比賽 然後 多贏一些韓國隊 多贏一些歐美隊 當時就這樣想吧 因為 當時Y姐也不准看我們吧 所以 想的就是 走一步看一步嘛 因為我們是要從 陸為賽開始打的 好像 就是說 也挺好的 就能先過去適應 然後看看 怎麼個事 你是大的 這竹竹 這個字長得 長得掉 非常的性感 你也打了耳 我也以為打了耳朵 先進個八強 對 MSI 很期待 主要是我覺得 就國外的那種氛圍 我覺得很燃 然後 我又很喜歡這種很燃的氛圍 我覺得打起來會感覺更激情一點 剩下一個狐皮面對幾元大汗 也沒有辦法 只能望著自家的水晶爆炸 恭喜不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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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到八強之後 肯定是想進四強 那幾天的話 其實還是 就有些擔心可能會被淘汰 因為 打得都很強的隊伍 加上我們是敗這組 又沒有復活甲 然後賽程又很緊 所以還是 處在一個壓力挺大的情況下 但是 我覺得我們隊是 比較不怕這種壓力的 然後又能整體表演成動力 贏一下比賽 感到印象比較深刻 感覺就是跟G2打那個B5 感覺那個B5 是我打過壓力最大的B5 然後 這感覺壓力特別大 單純 每個人都 隨時就很流汗的那種感覺 韓撒馬啟動了 想往前追 想一過來想換 換掉風鈴 還沒有換到韓撒馬 韓撒馬活下來了 第二局其實我們是比較大的優勢 然後但是我記得是 因為中路自己的一個很大的失誤 然後導致了那一局遊戲 然後導致了被對面翻盤 其實那個時候自己的壓力還是很大的 在第二局輸完之後 然後我自己當時都會在想 這個B5 因為自己輸 會不會 後悔 然後很虧對隊友 因為我的失誤導致上一局遊戲輸了嘛 然後就 就希望他們也不要受影響嘛 然後我下一把也會去 打得更好 然後去 開隊遊戲 對 那時候大家都特別想贏吧 所以 就我們都會在 就是我們那時候分析師的房間裡面一起開會 然後大家都很願意發表自己的意見 那個畫面 就真的很舒服 因為就是大家都很想贏 然後大家都願意付出 他們幾個性格其實都挺 挺好的 就都挺能扛壓的 OK 那差不多了 剩下我們 我們都能搶吧 我們先休息吧 OK B已經說了 先下一層 走吧 好 好 好 黎晓鑫 加油 我觉得MX3那两次就连续赢两个韩国队还是挺有意义的 因为第二次就打另一个韩国队了 所以说而且赢的也是比较干净利落 没有事实不重要 就算是气质上他已经慌慌的压 他真的很慌 他看到我贼慌 PS一倒进了都没有摄手了 金河斯激动了 他要记下这种前摆 全是DW的金河斯 配个狐狸拿到了一个ACE 3比0 BLG 3比0 LCK的一毫种子 还在英国 还要只有两天 OK 都有两天就很舒服了 其实深刻了 可能就是打T1 队友多死了 然后把大龙给拿下来了 我觉得二场看起来比较惊心动魄 然后我自己还能做到 就觉得蛮开心的 拼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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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血 游戏 游戏 拼场的游戏 真是有感的游戏 大赢了 这个是让99%的打野 这一波会选择撤回 在LG 我们将首次见证 世界赛的决赛舞台上 有两支LPL的队伍 全世界都记录到我们的ID 恭喜BLG 剑盘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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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种原因 就是我们 是以一种挑战者的身份 去拿比赛的 说白的就是我们 碰起来都不怕输 我觉得比赛就 做好自己当下该做的事情就好 我应该是比较注重团队氛围的人吧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环境 才会打得好的比赛 比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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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万两支LCK队伍 肯定是觉得冠军很有希望 很想拿 没有什么 不要去 加油 当时MSI的决赛 我觉得自己当时整个心态 还是比较放轻松的 然后也没有去向就是 就之前的比赛 然后一直找他们一直输 然后会不会有压力 这种 也没有去向这种 然后只是在舞台上面去做好自己 该做的吧 对 总决赛感觉 感觉是我们 当时理解不够吧 然后选择不好赢的影响 哎 哎呦 哎呦 两个亚军之后感觉 我们夏天应该会 变得比春天更强 有想过这种 感谢大家 就非常谢谢大家吧 然后 就是我觉得 就我们这次只说一句吧 就是大家韩国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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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就觉得我们很强嘛 然后 觉得我们应该 拿个前二 夏天的比春节 当时的心理预期就是拿个前二吧 第一场好像是打 MG嘛 就当时 我玩了个NICO 然后就 比较有节目效果 就觉得 后面一直赢嘛 一直赢 最后就拿到才会在第一了 海格斯赛 又一个暴击 又一个暴击 四三马 这边 RB RB接管这场 三小赛 我们要恭喜BLG2比0 这样我们恭喜BLG 可以恭喜BLG 2比0战胜对手 我们恭喜BLG 赛季的第14分 而BLG 也是以一个2比0的比分 拿下了他们夏季赛 常规赛的收关战 成功锁定了他们在对史上 第一次常规赛第一的席位 下一场 常规赛第一还是很坎坷的 因为当时每一把都有点 就每一把都可能有人 状态不太好 但有人状态就很好 他不是很稳定 然后都看我互相兜底 然后最后 拿到第一 我觉得夏季赛 我们的曾经好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们春天 还有我们MSI的这么多比赛 其实帮助了我们整个队伍的成长 然后还有学习到了很多 我觉得夏季赛开始的时候 我们整个团队 就不管是教练组还有选手 其实都非常的相信对方 然后就是不管我们在游戏中的优劣 其实我们都能去和团队共通 然后怎么样去获得最终的比赛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也就是自己的除客 你觉得怎么能去玩 对方的比赛 谁可以不觉得 你不应该去玩 至少 你会不会这些 还算多了 最后天使我们的东西 下一回 下一回 在西安感觉 低惨 一般掏脖之后 感觉 大家都还 挺好的 哇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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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武侠 拿下武侠 瞬身有 射不变 迷路心于左而目不顺 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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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 拿到 拿到 然后打完精东 感觉大家就泄了气 你知道 又被静东 又输给 然后大家又很 泄了气 26分钟 荆东要3比0 率先进去到我们 LPL夏季一赛的总决赛了 但是 对务状态 不太好 然后 然后气氛也不中 他肯定比他 女朋友更厉害 而且我前面是 我不让他打过一个 我比较更快会打 更快会打 把他打上去 你知道我是 我一边没搞一些 我肯定玩好 其实男生很正常 我们经常也会上下 会男生的 就是舒服的内容去开尾 就不要去沟通一些其他人 当时其实是 输完京东之后 其实还觉得 我们可能就打不过京东吧 我们打0 你应该还是能打赢的 然后一输了你 这感觉 我们好像真正有点变菜了 现在我们整个队 然后就想着 如果京东真的决赛输给你 那我们要猫不赛要怎么打 猫不赛要怎么去赢 猫不赛要怎么去赢 剩下的队伍 所以当时就是 其实在考虑这个东西 我只是说 我们应该 应该输 我感觉夏季赛 结合赛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们整个队伍 就 相比较于春天赛的话 就更加难度了吧 然后 想赢的心 可能就是没有像我们春天的时候 那么的强烈 我觉得给我的感受就是这种 但是我们你是五分钟才玩软球 就是直接下一盘了 十分钟 五分钟都没完 那就直接下一盘了 怎么玩呢 别学软球能玩 五分钟能玩 压力 没那么大吧 我觉得 我觉得 就不要太怕输 我觉得输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要把压力全 放在自己身上去 好好享受比赛 只要没有对不起自己就行了 我就输了就输了呀 我都感觉到输完之后 不然都闭闭也不说话 你玩你的 那干不干嘛 我选择你 选手也要自己负责了 其实我觉得导致我们可能季后赛 成绩相对不好一点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我们调整的过程 并不是处理的特别好 就我们并没有让选手互相信任啊 或是让选手对于团队是很有自信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做得很不好的 所以到真正上场的时候 其实选手都是有点怀疑自己的感觉 就并不是像我们在常规赛觉得 我们无论怎么打都会赢那种感觉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 赛讯并没有处理得很好 就今天的比赛我自己的感受是 大家好像在过程当中 或者说我们最近来西安以后 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一些这个挫折以后 大家没有办法面对 就这个是我特别着急的地方 那个时候就感觉我们对于 下路的优先级 然后还有整个英雄的对局的一些处理 其实很差吧 我觉得是因为下一季的常规赛 我们太顺了 就特别特别顺 然后我刚刚也说嘛 其实我们选手 之前并没有经历过很顺的一个阶段 比赛它总是有输有赢的 有状态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所以对于我们大家 我觉得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调节能力 一定要提升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大家能不能把心态 不管我们后面要打世界赛也好 还是要后面要打冒冒赛也好 我觉得你们永远要有一个挑战者的心态去面对比赛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在输完李宁的时候 其实我们越到后面 我们整个的状态可能 比我们刚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是要好一点 然后整个打训练赛的 我觉得情况也是更加好一点 人家打着呢 有些个杀呀 怎么 可以杀 可以杀 当时我记得是5号 他们的决赛 如果京东赢了 我们就直接进嘛 进了之后 我们就开会了 然后把我们这次在西安的问题说了出来 当确定进的时候 也还是松一口气吧 就是感觉后面还有很多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调整 然后再去世界赛 我们可以就是打得更好嘛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就是第一次进世界赛 就是很期待世界赛的一切吧 卫视人觉得就是 你就很刺激吧 就是打谁都可能会打到 就觉得很刺激吧 然后对我们选手来说 难度会更高一些 到去了韩国之后 的那几天训练赛 其实也基本上 就感觉都没怎么赢 那种时间是我觉得 就整个世界赛 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去韩国那个时间 就一直慢慢调整 然后打KT的前一天 训练赛就变得很好 然后就我们就慢慢变好 这是今天最后一场BOE的 直接想开 Q3回来 开到了Amy Amy再被瑞尔给吸住 这波看得非常不错 Amy要被瞄了 卡莎打到脚的位置 第一条面已经掉了出来 阿宾正在堵她 能不能堵到这个卡莎 卡莎要被打回去 非常地漂亮 一个Q进来直接一巴掌 把她拍了回去 我觉得世界赛 每个队友都打得挺好的 然后我们也在成长 就要经过每场比赛吧 然后每场比赛 会让我们成长很多 其实当时打T1的时候 大家是很有自信的 对 但是很明显T1的准备 还有T1的整个游戏内容 确实都比当时的我们好 所以我们输了之后 其实是有一点沮丧的 因为我们本来是 很自信地去打的 都没闪现的现在 Q闪了先顶回来吗 二人能把P1个顶回来 但是还能够吗 有王面啊 大招接上了以后 直接拆迪迪感觉结束了 因为 输的有点简单 然后输完之后 就让我们意识到了 下路 就不能只是这些应付 我们每次事业都很慢 水里玩压力很大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压力大之后 我们本来就很难受 那就没办法了 本来压力很大 别人老是先靠中 只能给事业 都能站着 加上慢的时间推陷 那一直耗载 我们耗载 然后本来就不好出去 而不是坐牢 就第一把 就十分都结束了 换不了资源了 第一把 第二把 就第二把 那我觉得第二把 就是我们的团 我觉得就是打得很着急 说实话 我们今天心态就有问题 就是我们打团真的很着急 我们以往打团都是很的 明天心态正常一点 很耗敏的 就是明天不要有太大压力 因为我们很害怕 选手的心态是 调整不过来的 去打下一场比赛 因为时间真的太短了 不要 就不要太怕熟了就行了 明天打GTO 该怎么玩怎么玩 没有 我说一个吧 我问你可以多跟我沟通的 你觉得没事情做到 是因为 你没有想过去换鞭 或者是你跟我沟通 或者你喊我跟你一起 你知道吧 你可以说这些这样 你不会玩的感觉很加硬 我把我问 我问了 其实人们看出来 当时有点怕了 想我有点怕熟 怕失误 你不会是在标准的 我看到你 你还会有点想到 我不是在标准的 你还会有点想到 你都想到 但是我们在标准的 我真的想到 那一定是在标准的 你不想到 你不想到 我会有点想到 看直接倒了 八条打到这个人头 再打对方前排 大叔就倒进 小的一部团战进八条了 这样我们四支L票的队伍 将会一起携手进到八条 四个L票单位全部进八条 就是我有意我才想说 对啊 我有这个意思 你背去穿着 往下没意不 你那就好 结局是好 但是这个就无所谓 可以打 我们上阵可以打 真的可以打 高你这来 高 高姐来 真的打 真的打 可以看我大一部沙黄 如果沙黄装了 打进去之前 因为当时抽到经济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觉得 这是个好钱吧 就是可能经济的人 也觉得是好钱 但是我们其实也觉得是好钱 所以就看谁打得更好了 就说白了 当时反正别人都不觉得我会赢吧 我觉得季节很重要 每个人 就季节的正面也 或者是多沟通一下信息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 因为这个不让我们游戏玩得简单一点 打招比 可能我太了解他了 因为我可能我看他直播看了很多年 但是他比赛给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让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参赛队伍 尖技以及BLG 八强的大战一触即发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波脆枯拉手的伤害 从来教授这经济之后 来要不压 选择又一个 但是BLG即将在脚比赛上面以2比0领先升级 打跟机主要是前两盘赢得比较轻松 然后第三第四盘 第四盘就被翻盘了嘛有点可惜 现在一次是什么 就是说是我们选择 他硬完一个玩鞋比较软的英雄 我感觉很好赢 我本来就很好打过 就最后一把就拼了呗 就怎么样了 就似乎谁输谁回家 又没有受特别的资讯 就平常兴趣打 第五盘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刺激 因为当时我们其他阵容 打到二三十分钟 已经没有那么好赢了 但我们通过一些角色上 我们想着去当时去当中同样的O-In 这点我们拼赢了 Dorman able to dash away Shun going in with cataclysm but now Delight is really open up Magnestorm not quite off cooldown Dorman has a stopwatch but already can buy as a second equalizer Now out of Doran falls Chobi looking to hit He dashes back into the invisible voyage brings him forward and now it's all on Chobi That's right and we were told Busan was the church of Chobi What's a god to five non-believers 哇你们也打得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不能全说张了 但是不能再说一下 OK 都不是我怕你了 就迎完全机之后 我肯定觉得还能赢微博 因为我感觉我们迎完全机之后 气势挺猛的 然后感觉大家状态也很好 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对手很强 所以我们就是赢完之后才会有那样子的反应 反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一路走来 是很坎坷的 所以我们在赢完跟机的时候 都有点感动说 就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赢一下跟机 就只能说很感动就是我们所有人 就不管是工作人员教练 还有选手 大家的付出都是没有白费的 哪怕你输两盘 一样继续 你会大型的 半车 拿水 是吧 没事要是我们没拿到管理 回去就做那个滴滴滴滴 我没有啊 我们先拿个关系 然后就邀请一些 然后就有队伍来了 自己当枪 站这里呗 我进去了 可能有人 打微博那天其实我状态挺差的 我觉得 我觉得那天我打得挺晕的 然后我状态很差的情况下 就遇到了 状态很好的泽赛 所以我觉得 打得非常差吧 那天我 泽赛这个时候 形成了一波反包夹 在上面已经先行 处理到后排 又壁东到了建模 泽赛要完成授割 说到没有舞了 其实就有些遗憾吧 就是很可惜吧 因为 虽然说我出问题了 但是他们我觉得 状态都挺好的 然后他们也会去鼓励我什么 我觉得 就挺感动的 就是吸取这次比赛舞的经验 然后 就是要怎么样把这次的失败 转换为以后的比赛的经验 让以后永远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让自己变得更强 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当时第一时间肯定是觉得很可惜吧 然后觉得就要到此结束了嘛 就没了 就只会觉得可惜吧 因为大家都做得挺好的 对面也做得挺优秀的 就其差一招吧 打微波输掉之后 感觉挺可惜的吧 差一点就可以进决赛 去看有没有机会 能给自己打个皮肤 很可惜 对吧 那天感觉那个比赛舞 自己有很多波能开的队伍 但是没有做到 感觉对这个比较难 比较更可惜的 更多的是可惜的那种心情嘛 就很难受 那自己心里的画面就是觉得很不甘心吧 因为就我们走到现在 我们我们战胜了很多强队 就觉得很遗憾 没有踏到最后的舞台 虽然说最后的成绩 可能也不一定是冠军 但是我觉得踏到舞台 对我们来讲都是 就整个人生 一定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因为我想本来就已经很难玩了 只能尝尝一下 只能可以开开干 当时结束的时候 也还是比较遗憾的吧 就感觉今年一年就结束了 就走到这里了 虽然在过程中 可能有非常开心的时候 然后和整个队伍 就非常有就是向上的时候 但是在最终的结局上面 就感觉每一次都是充满着遗憾吧 想想最开始年初 我跟哥几个聊的时候 大家都是在 我跟彭琳勋在聊的都是 如果拿到前六了 如果拿到机会在前六了 那其实就怎么样 那我跟你的刻度不一样 我觉得 我说的是最最少可以前六 我觉得对于他们五个人来说 包括教练组来说 今年打个九十分以上 肯定是不过分的 对于俱乐部来说八十吧 对因为确实我们自己可能 某些点上面 就是某些事情上面 确实是可以处理的更好一点 然后就明年争取更完善一些 这些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在我的视角里是达到了 因为如果你是跟去年相比的话 我们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达到了 但是如果你来 你说跟我们五个人选手的上线来比 我觉得目标肯定还是没有达到 我是一个胜服力比较强的一个人吧 就是会担心自己打不好 然后会希望自己打得很好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反倒因为这种胜服力 就会导致自己的发表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改的问题 我觉得彭琳勋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 不光是他打野玩的好 他是心态非常好的这个人 我觉得他可能是我经过心态最好的人 就是他不管什么情况都是效果的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优点 然后其次才是他打得很好 然后他现在一笔钱会抓上的 如果算去我的成长来说的话 我觉得九分吧 每一年的我都是不一样的我 因为我觉得任何人都会因为随着环境 或者是一些东西改变的 对我自己的成长来说是很开心的 其实他们几个虽然是新人吧 但我觉得他们心态真挺好的 就打得也不像新人 一百分的话打个打个八十 毕竟还是没打冠军 上升空间还是有的 回顾自己今年一整年的努力的话 没有做到百分百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个八十九十 最大的突破 我觉得就是在自己的个人实力上面 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了 然后去知道我是一名什么样的选手吧 我觉得标记对我来说是非常好一个队伍 就是在这个队里 就感觉大家氛围都挺好的 然后每天过得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心态变好了一点 对明年的话就是 希望我们先拿一个冠军吧 除了德马西亚为了 现在带着记忆回到去年 我可能会说 多练的英雄吧 我会说 你的选择跟你的眼光都不会错 就是希望明年自己 不要充满遗憾吧 对未来的自己的话就是 就保持现在一样的 现在的状况挺好的 我们这个团队现在 你那个军队 还不错 现在就是啊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